源智大学今天举办宣传记者会 多名学者提到 未来想进入科技业的学子 无论是电机、资工领域 修习量子力学已不可避免 例如台积电与各校合作的半导体学成 就非常重视量子概念 那因为你要懂这个半导体物理 还要懂固态物理 这些都是必须以量子力学为基础 如果没有学过量子力学的话 这基本上就是 推在沙滩上的城堡 就是一推就倒 所以你要能够学很扎实 这个量子力学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AI这个议题是非常热门的一个题目 那源智大学一直很希望把AI这个议题 一步一步地让我们同学 在源智的这些学习的过程里面 能够体会出来 而且更重要的是希望 不单是了解现在 能够更能够学习未来的一些趋势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 我想我们校内有好几位老师 都在做量子力学相关的研究 跟相关的教学 那量子力学跟AI的结合 我相信更是未来的一个大趋势 就是我们现在奈米的技术 台积电一直做一直做 三奈米两奈米一奈米一直在做下去 这个再做下去 越来越少 不可能做到里面没有东西吧 所以这个会碰到尺寸的效应的这个问题 那当你这个就是所谓的典范转移的时候 这时候你可能要有一种新的思考 新的知识进到这个里面 那量子刚好就是这个新知识 有办法解决目前AI的一些问题 那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 这个AI这个Large Language Model 其实它已经走到既耗能力又耗这个成本 那怎么样才能够解决 量子就是未来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那量子最重要有两个重大的特性 一个就是它速度非常快 为什么它速度非常快 因为它不是只有用零跟一 它是整个会对应到一个球面 所以它就变成是一个立体的一个空间 所以它里面会有很多知识 第二个重要的是它有纠缠性 所以这个每一个不是零一 它是整个纠缠在一起 它就可以做平行处理 所以这两个重要的概念 就让它速度会非常快 还有第三个就是它最重要 它是一个能够reversible 能够逆向反应的 从这边推过去到那边推回来 它都可以推 所以它其实是不好能的一种 那刚刚讲 Large Language Model它训练 它需要这么大的这个电力 那刚好量子就有两个 一个是它速度快 第二个就是它不耗电 因为它是reversible 古典的它推过去 你要end或all的话 推过去会不见一个 那只要是物质消失 就会entropy就会增加 那那个就会耗能 所以量子是reversible 它就不好能 所以这两个重要的概念 才让我们想起说 我们在大学里面的教育 因为现在量子我想是整个起步 但是它真的要整个大量的发展 现在就是工程师才能够解决它的问题 因为大家在量子的理论已经全部 在2022年 诺贝尔得主物理学颁给 Aspact跟Ryling 这个就是已经三个 那整个颁给他们之后 就是整个量子的纠缠性已经全部都已经 所有的量子的理论都已经完备了 现在就是靠工程师 那我们就是为什么这时候我们要在大一的课程 刚刚也谈到很多 大一的课程我们本来原汁大学就有两学分 至少两学分 上学期跟下学期各两学分 那工程学院它可能会再配一个学分做 做这个写程式的 所以它其实是各三个学分 那我们希望把量子的概念灌注在那上面 让他们渐渐了解这个量子的一些特性 他大二大三大四 他想要修台积电学程 或想要修一些比较在量子方面比较专业的 那都可以修 那这样从教育的观念 我们培育出很多在这一方面的工程方面的人才 未来就一定有办法衔接到整个量子科技 那因为你要懂这个半导体物理 还要懂固态物理 这些都是必须以量子力学为基础 如果没有学过量子力学的话 这基本上就是 堆在沙滩上的城堡 就是一推就倒 所以你要能够学很扎实 这个量子力学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就是2025年就是明年 联合国把它定为世界的国际量子科技年 因为刚好这个量子力学的理论建立 就是刚好在100年前 所以这个经过了100年的发展 已经到了非常完备 所以联合国把它定为这个量子科技年 就是希望说能够帮助世界实现永续发展目标 所以比如说量子光子学量子化学量子工程量子感测器量子处理器等等 对于这个实现永续的这个发展目标都是非常有帮助 刚刚我们的那个副校长还有教授都有提到 这个量子就是为什么要这个台积电为什么这么重视量子呢 因为你从2奈米1奈米再下去是什么呢 再下去就分子 所以你在做下去的话 很多的传统的这个电晶体结构必须要做点范转移 所以比如说英国跟加拿大的研究团队 他就发表他利用量子干涉效应 成功研发出单分子的电晶体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他的中间的结构就只有单一的一个分子 对啊你一个奈米再下去就单分子了 所以这个是迟早的事情 迟早的事情 那昨天我们的电机器系组有特别跟我提到 他们跟台积电合作 台积电其实用他的最先进的制程已经开始在做实验 他已经做出所谓的单电子电晶体 所以大家都在挑战未来 一个奈米再往下去怎么走 这条路 所以很多的不同的这个国际研发团队 他们在想新的结构新的方式怎么样去继续往下 把摩尔定律继续往下走 所以这是一个未来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趋势 好 któr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